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在家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我看到家里的糯米 还有一些辣肉 还有一些酸菜 还有很多的 很多一些剩菜 剩饭 所以我就把它来蒸糯米 蒸一下来吃 这个是糯米 这是已经蒸过熟的 再放凉了 放凉放腻了 蒸一下就熟了 这是烂热 烂热也蒸一下 一片一片的 放在这糯米上面蒸熟了 蒸热了就吃不是熟 硬了 这吃多少蒸多少 蒸多了也浪费 好 你盖起来蒸 磨鱼 这之前拜的 然后没吃完 还这么多 你说浪费了都可惜是吧 这两天本来就没什么菜的 这个就是那个小西红柿做的酸菜 拿那种小小的 不用放冰箱吗 冻起来的 然后再 再把一些蔬菜啊 放进去煮 煮一锅再加上鸡翠 就很好吃 这两天吃热之多嘛 是这个可以解腻的 别吃别蒸 嗯可以了 本来我想吃糯米团纸的 但是呢团又没有什么东西团包起来 不好包 就这样弄出来 然后以腊肉 腊肉没有回去 热 再蒸一碗 先吃这些 哎呦 先吃一点 嗯 嗯 很好吃 嗯 太香了 嗯 辣辣 辣辣 嗯 在这边过年过节 预备的小时煮糯米 这个糯米很好吃 我还要继续 还少了不客 来 拿着 沾着又不腻了 太香了 盖着 盖着 放开 盖着 盖着 酱水 盖着 盖着 做法 继续 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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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肉 放入冰箱 好 好 这个糯米啊 我们也吃完了 然后我准备把这一块挖一下 给种一点菜 到时候太紧了 得松松谱 这边是种的草莓 现在是春天 不是绿春的吗 绿春就是播种的季节 有些朋友说你们怎么不一起吃饭 因为有时是这样的 我饿了他们不饿 他们饿了我不饿 所以江镇南天 家里过年做的菜很多 所以谁饿了就吃 你们说这里种点什么呢 这块地纹鞋这样 完成这样到时候我去搞点苗 来给它种一下菜 不管了 这是野葱 给它剃一下 松一下土长得好一点 这些都是需要去管理的 不管理它不找 这些给松一下土 哎呦有些被鸡吃了 烦死了 那鸡老是肥鸡来 我种的这个是莲花板 这边动了一点的这个 就是蒜 蒜嘛 但是长得不是很大 挺小的 可能是天冷 还有就是土地不肥 这是香菜 天天摘不是搞了吃吗 很小很小的 这一片的是 香菜蒜叶 这也有奇菜 这个需要极其照料的 不照料的话它长得不好 奇菜没有几个 这就是草莓 还开花了 可能是贴太累了 咱们不好 有时候也会有草莓吃的 好了 咱们今天就做到这一点 要把土挖了 然后把那些菜给松一下土 一天做一点了 到时候去给那个菜籽油 给松一下土 还有浇点肥 还有草长起来的话 也会去把那些草 本人 这些农活一天做不完的 一天做一点 一天做一点